那政大台文所所长陈芳明昨天到陈大演讲 结果又遭到陈大台文系副教授蒋维文二度呛瞎 指陈芳明是台语文的变色龙言行不一 由于措辞相当的激烈加上态度不友善 当场引起观众不满对着蒋维文喊说滚出去 陈大支持等等 而陈芳明则是展现风度表示心情不受影响 蒋维文在台下对着陈芳明降下 但是后面的民众听不下去引起功愤 这是演讲结束的提问时间 却都被蒋维文给占用了 有的民众鼓噪干扰蒋维文 声音甚至大到他讲话的声音 有的民众干脆离席 蒋维文在今年五月底抗议作家黄春明 引发台语文学争议 当时陈芳明撰文声援黄春明引起讲的不满 今年六月份在一场研讨会 蒋维文还围剿陈芳明 而这场演讲会虽然有蒋维文在现场呛下干扰 不过陈芳明展现风度 心情不受蒋维文的影响 中间新闻赖关张台南报道